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时间 4月30号,昨天大家都知道 就是姜濤蛋,即MIRROR的人气王 姜濤今年是24岁的生日 粉丝就逼爆了姜濤湾 之前的应援已经非常厉害 今年他们就叫23加1的姜濤蛋 铜锣湾即时变身成为姜濤湾 整个铜锣湾一带就完全被姜濤逼爆了 大批市民就等着姜濤的电车巡游经过 除了商场布置,有粉丝排满队影响 包括了黄塞堡,甚至对温等等 在之前已经是一个生日应援的热点之外 当然Sogo门口,姜濤湾的集中地 大大小小的小姜濤,小桃桃和广告牌 加上生日应援的打卡就逼爆的程度 比起去年更加厉害 大家知道通关了之后 除了本身已经在街上多了很多人 很多人出来逛街,多了很多国内的人来香港之外 本身一群姜濤都已经声势浩大 今年比去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男主角姜濤事先声明 已经说生日那天,开工就没有假放 要在工作中度过 大家都知道,姜濤过往不知何时会出现 所以一群姜濤都熱烈期待 到底他会在哪里有机会现身呢 虽然不知道姜濤会不会出现 但姜濤的香港后援会 都为偶像举行铺天蓋地的慶祝活动 包括早上在沙田的科学园举行生日慈善步行 吸引了超过6000位姜濤到场支持 场面非常壮观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科学园有6000人为姜濤的生日慈善步行 做善事之余 亦可以为偶像造势和应援 非常有意义 下午一群姜濤真的等到偶像现身科学园 上台发表心情对话 搭借姜濤对他的支持 壽星姜濤突击现身科学园 搭借一群姜濤那么有善心 他出场前躲在看台 偷望一群姜濤 看到有几千人声势浩大 但也有点吓死姜濤 即时变成了emoji 仰姐凹嘴 当然这个凹嘴是非常高兴和惊喜的反应 姜濤惊喜出场后 就和这群姜濤一起唱生日歌 切生日蛋糕 搞到全场就失禁式尖叫 台上的姜濤就说 多谢大家今天出席 这年可能发生过一些事 感谢你们仍然还在 无论是赞美批评也好 我都会勇于接受 大家无论喜不喜欢我 更应将自己放在第一位 更加团结地一起进步 除了昨天的慈善缘步跑 和在姜濤湾的一群姜濤活动之外 日前姜出席了可口可乐的 event 在旺角的品牌活动 已经有上千姜濤迫爆五层楼 为受星制近距离庆祝生日 姜濤更加第一次现场献唱广告歌 无可取代 又不时和高层粉丝揮手 令粉丝尖叫声不断 更加和20位上台的幸惠仪 送上黑膠碟和握手影合照 大会更加重赏生日蛋糕 并号召现场的姜濤 齐齐来个大合窗 以生日歌为他送上祝福 其实在台上 见到这么多人的姜濤 就有点害羞 所以在这个活动之后 亦被记者问他 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 他都说希望身边的人 和自己都可以身体健康 发现自己人越大 就没有太多愿望 希望MIRROR和个人工作 一切都可以顺利 始终都经历了不同的低潮 都希望可以开心顺利 又被问到 一群MIRROR的兄弟 有没有和他有什么表示 他就说 大家都有说生日快乐的 收到讯息 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 没有机会一群人聚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习惯了 近年都在生日中度过 他亦都很开心地说 近年很多粉丝 帮他慶祝生日 就一次过 将他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什么 如何慶祝生日活动 这件事 一次过在这几年做完 就觉得非常感恩和开心 亦都很感谢一群粉丝 不过他就说 不惯有这么多人 除了上台唱歌会自在一点之外 上台见到这么多人 都有一点害怕炒 记者也有问到 阿姜未来 MIRROR会有个人show 由四个变六个 他就说 他有听过少少这些安排 不过相信公司 会为大家 十二指做最好的安排 相信公司的安排 一起交由给公司去处理 至于另外 阿姜另外一个代言活动者 麦当努 翻唱了刘华的经典歌 《没有刺旁的天使》 所以在活动当中 记者也有问到他 唱刘天王的歌 是不是两代天王 他就说 天王不敢说 不过就朝着这个方向进步 知道刘德华这首《没有刺旁的天使》 是一首经典歌 的确有少少压力 所以在录音之前 跟监制说 都要再谨慎一点 严谨一点 录了两至三个剔 咬字上面 自己都会挑剔多少 早前金像掌 大家都看到 姜和刘华在《红地毯》相遇 两代偶像 还谈了几句 至于当日两天 到底他们两人谈了些什么 姜就说 我看了很多他的访问 觉得可以教到后悔很多 很多东西 多谢刘华一直以来 支持我们 记者就问 刘华有什么回应 姜就说 具体说些什么 我都不太记得 只记得那一刻 就很开心 可以近距离见到偶像 他还特别说 刘华非常英俊 记者就问他 是不是刘华比你 姜就说当然 也觉得很开心 想表达多些 我们想表达的东西 给他听 他说什么 他都会点头 非常开心 自己是化身小粉丝 终于在访问里面 大家都终于听得到 究竟刘华当日和姜 他们对话的内容 原来就是这样 当然在这里 亦都再一次祝姜生日快乐 希望他继续唱多些好歌给我们听 虽然新一胎的MV Dummy 不能在他生日 好像往年有新歌推出 不过粉丝都值得期待 希望快点可以见到 姜的新作品 暂时就听着两首广告歌 《没有翅膀的天使》 和《无可取代》 今集跟大家讲《姜濤蛋》 就讲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们《合家欢》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